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浙江宁波 这里是宁波市的银州区 刚刚坐公交车来到这块 从这块下 这边是那个环球城东 这个公交车站还挺长的 旁边这边有一个商场啊 银泰百货 这个商场还挺大的 看看特别长 看看宁波这边的城市环境怎么样 宁波这块发展还不错 周围看看这块 我想这块应该是宁波的商务区了吧 因为我看这块周围 写字楼还挺多的 写字楼啊住在小区啊等等 特别多 这个商场还有好几个呢 对面这边是星光大道 看看这块 我身后就是银泰百货 现在天马上都要黑了 我现在准备去住的地方 刚刚在网上订了一个酒店 现在准备过去 我进的那个地方离这里还有将近两公里多呢 有1.5公里吧 准备走路过去吧 因为我看坐公交车的话 还没有走路时间快呢 前面那边有一栋非常高的楼啊 那个楼不知道是不是宁波的最高楼啊 看那个楼站在这块都可以看得到 特别的清晰 这个周围还挺繁华的 商场门口放了好多这种小合格的玩具 小型游乐场 前面这块还有一个环球乐园 罗蒙环球乐园 这里还挺漂亮的 看看在里面的建筑 房子造的跟城堡一样 过身车 这个应该是过身车吧 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进去过这种环球乐园里面去玩过呢 因为门票太贵了 舍不得啊 一百多块钱 两百块钱一张呢 以后有钱了 一定进去逛一逛 西洋西夏 看看现在天空还挺好看的 特别美 宁波的发展真不错呀 不愧是浙江的第二大城市 准备过马路 现在是下班高峰期啊 看看路上吃的多不多 电动车大军呀 这边还有一条小河 我顺着这个河边往前走吧 顺便还能看一下周围的风景 看看在周围 种的树还挺多的 上面有好多花 这个草坪上 油画袋里面 旁边就是湖水 就是小河 环境真美啊 我在宁波这边也待了有四五天了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城市啊 它的绿化做的挺好的 因为你走在城市里面的道路上 它周围种了很多植物 而且宁波的水也比较多 它有很多河嘛 那这个河上面的桥也修得很漂亮 我之前也去过好几个城市啊 在我去过了这些城市里面 我感觉城市里面环境做的比较好的 就是成都 还有苏州 还有现在我带这个宁波 南京也不错 就是在我去了这几个城市里面 我感觉这几个城市啊 环境特别好 当然我没去过的 可能有环境也比较好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去过 我只说我去过的这几个城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维也纳国际酒店 这块周围也挺繁华的 看看周围 高楼大厦林立啊 看看宁波城市的发展建设 走在这块 会不会感觉来到了省会杭州 宁波发展跟杭州都差不多了 宁波去年一年的城市 GDP已经超过了一万多亿啊 加入了中国的万亿俱乐部啊 特别厉害 就是人口现在还稍微差点 人口现在好像有六百多了嘛 不知道宁波像这样发展下去 再过个四五年五六年 人口看能不能偷破一千万 如果偷破一千万的话 就是特大城市了 前面有一座地铁站 就是地铁三号线南部商务区站 在这块周围上班的话也挺方便的 楼下就是地铁站 我看到了就是我刚才在银泰那边看到的这种最高楼 楼不知道是不是宁波的最高楼啊 感觉都有将近三百米高了 太壮观了 看看这周围这一片全都是写字楼商务 终于走到这个酒店楼底下了 走了二十多分钟啊 办理入住 这是三楼 还有刷卡是吧 拿错了 还有刷卡 上来了 他这个酒店是这种呢 这边还有一个休息的一个地方 有个吧台 我这个地方在前面 八千八百一十五号 一十二号 二二二二二四个二 八千八百一十六 三三三三 一十八了超过了应该在前面 看到了八千八百一十五号 旁边是一十七 刷卡 我已经进来了 看一下他这边 蓝灯 哦 这个打开之后我就关掉了 卫生间 为灯带排气扇进前灯 这个应该是空调吧 空调打开 二十五度吧 请记清理 预约退房 请勿打扰 还有个房间是这种的 感觉像是那种 毛皮房刚刚装收了 刷了一层水泥 第一次住这种房间 这就是浴室了 它中间有一扇玻璃 等于说是隔开的 干湿分离 旁边是卫生间 打开看一下 哦 它这个马档是这种的 带瘦字的 第一次住这种房间 关掉 关掉 从这边看 旁边这边有一个衣架 晾衣服的地方 这块是洗脸的地方 它这个洗脸的地方跟厕所不是是在一个地方 是单独分开的一个地方 旁边就是床 这个洗脸池造的还挺漂亮的 下面是毛巾还有鞋子 这个是什么 哦 这个是牙刷 纸盒 还送了两瓶水 茶叶烧水壶 还有这个玩意 喝茶的一个地方 这酒店设置还给的挺多的 第一次住这种房间 下面还有一个柜子 这个地方等于说可以休息 学习写字办公 房间还挺大的 感觉有个十几个平方 将近20个平方左右吧 电视机 睡觉的地方就在这边 这边有个窗帘 可以看到外面 这个房间是在三楼 等于说是临街的 但是旁边就不是街道 楼下还有一个超市之类的 有饭店那些地方 电视机 从这边看一下 风格就是这种风格 还挺漂亮的 睡觉之后还有两个灯 它那个电话机还是那种老式的电话机 很有年代感这种 明亮模式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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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就是关了 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全都黑了 温馨模式 打开明亮模式 还有个窗帘开关 窗帘开 点一下 它这个窗帘也是电动的 打开窗帘开的开关 窗帘就自动打开了 把它关上 挺高级的 房间带大家看完了 在宁波住的房间 花了一百块钱 大家觉得怎么样 现在晚上都已经快八点了 还没吃饭呢 点个外卖吧 我就不下去了 刚刚从下面把外卖取回来 点了一份这个叫麻辣锅 从这个吃吧 从这个吃还可以看电视 不过这个电视我弄了半天啊 找不到怎么放 放不出来 就这个广告 哈喽大家好 我是江小生 我现在在浙江宁波 前几天从绍兴那边过来 现在在宁波 今天住了一个酒店 这回点了一个饭 准备吃个饭 顺便给大家说两句吧 跟大家聊两句 因为我做这个旅游自媒体啊 我是因为之前也是上班的 上了好几年班了 然后上班也就是一直就是那样嘛 也没有什么大的成绩 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自由 喜欢旅游嘛 从小都喜欢想出去看看 所以的话就是想了很久啊 其实出来这个做这个旅游自媒体啊 想了确实想了好久啊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 当时在网上看到好多人都发这个自媒体 就是出去发这视频啊 然后就当时有这个想想也想出来做这个 但是当时一直犹豫不决啊 一直都没出来 嗯 然后一直到今年的话 因为今年的一月份吧 然后当时过完年之后 然后我到本来是上班去了 然后找了一个工作啊 上了一个月班 然后之后实在是不想上了 因为我之前一直上班嘛 后来又不想上了 然后就我下定决心 然后就今年过完年出来下定决心 然后就出来说是准备拍这个旅游自媒体 就是一个的话也是为了完成我的心愿嘛 因为我想出去旅游 一直想出去多看这世界 多走走嘛 因为一直带这个地方 我也不太喜欢 就想出来 现在就是 也不知道是这个还不 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 因为拍这个确实挺费钱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 尽量的把成本往低了压了 我都不敢做这种酒店 我一般出去的话 都是做那种轻侣 一般都是30块钱到50块钱左右 有的地方没有轻侣的话 只能做那种招待所 可能也就五六十块钱 做酒店的话很少 基本上不太做酒店 有时候偶然间 可能五六千六七千的话 做一次酒店吧 所以看到我发那个住宿的视频也比较少 发的时候 可能就西班有时候发一个 有时候我发个那个 都那种青年旅社的 因为我大部分都做青年旅社的 因为拍这个视频也不挣钱 说实话 每天我发这个视频 一天都挣十来块钱 说你 你说有时候你去景点的话 坐车的话 可能一天都得十几块二十块钱吧 坐地铁公交 对不对 现在你说一天挣十来块钱 也很难坐下去 一天都花吃老本 现在也不知道该不该坚持下去啊 你先这样吧 先看着我打算 拍到今年过年吧 然后再看吧 如果实在 能做下做不下去的话 都是在看吧 好吧 我想再坚持一下去 坚持一下 坚持到过年吧 到时候再看有没有什么成绩 因为现在确实 这个情况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纠结 不知道该能不能 继续做下去 还是说找个工作上班 现在我在宁波的话 已经待了有好几天了 有四五天了 然后我下一步的话 可能 我想要离开宁波了 因为我现在今天住了个酒店 刚好在这喝住了 把这话就说一下 今天就打算 做最后一个 做最后一个晚上吧 想要离开宁波 也不知道 离不离开吧 反正我打算就是离开 下一步的话 我想去周山那边 就是宁波的周 浙江 是浙江的周山 在周山那边打算从宁波去周山 因为这边离周山不是很远吗 然后去周山那边去再看一下 嗯也不知道那边 到底是啥啥情况 因为我这个去旅行的话是随机的 我是想到哪去了哪 就是也没什么规划 不像人家有的人规划好了路线 我是 我是 没啥旅游目的 就是想到哪去了呢 就想把那个 多走一点 做走一点地方吧 也不是说把中国走遍 就做走一点地方 就是想去周山 周山岛那边 然后再去代山那边 去去个底下吧 去个四五天吧 然后再回宁波再看吧 我想去那边的话 主要是因为第一的话 主要原因是因为也没去过嘛 想去那边我要想看一下 因为第一次来浙江 我也是第一次来浙江这边 之前就是在老家那边 从来很少出去 所以今年下证这个决心 出去多走一些地方 其次的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 去那边的话可能去的人比较少点 嗯 拍摄的话可以多拍点景点 都是看一下 当然也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 到底是什么情况 反正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就这样吧 也不知道啥情况 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 我会都是看到话 也会回复大家的 嗯 那今天就到这吧 今天给大家也说了 聊了很多话 嗯 希望大家也能够继续支持 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不喜欢的话也没关系 可以滑走 你的支持也就是我继续往下走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